大家好,今天是8月10日星期四 市況仍然反覆低迷 而且指數又再輕輕創了8月份的新低 待會再作分析,先看看指數 今早恆指先是低於121點至19125點 之後曾經有少少後抽見過19198點 但沒有法指再推進 簡單來說,就算是這一刻,也走在50天平均移動線之下 即是今早的高位仍然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結果在一陣零稅沽壓持續湧現之下 指數曾經一度低見19030點,創了今個月的一個新低 從紀律上來說,整個大市已經處於一個反覆育市底的格局 現在所說的底,第一個當然是19,000點心理關口 但19,000點,其實這所謂的心理關口 我覺得都是很脆弱的 因為只要有少少的沽壓稍為主動,已經可以跌穿了 而比較具防守性的支持 其實下望應該去到7月24日的低位18,562點了 看看8月份,直到這一分鐘,形態仍然是先高後低 指數是由1號高位20331點,跌至今早的低位19,030 即是說,頭尾在八個交易天之內,指數跌了1,301點 說真的,一個月的高低位同時出現在八個交易天之內 又不算特別窄了 但以現在的形態來說,是有機會稍微抹闊多一點 即是意味著,整個月的技術上的走勢 因為仍然會有機會再進一步向下穩 今個月的一個新低 再看看移動線,剛才提到 就算今早的指數最高見過19,198點 其實仍然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因為這麼多種平均移動線 最低的就是50片線 現在大約19,209點左右 即是很簡單說 股市如果要擺脫進一步下市19,000點心理關口的威脅 第一個條件就是一定要抓住50片線 或者回到50片線上 如果連這一點也做不到 市底的形態根本上越來越明顯 八月份很快已經佈入八月份的中巡 直到這一分鐘來止 剛才我都跟大家說了 是一個先高後低的形態 而且由於指數已經跌近19,000點左右 距離今個月的高位 好像是越來越遠 所以任何紀律上反彈的 大家都不要走得這麼前 不要走得這麼勇 因為你覺得由200,000點下到19,000點 跌了一千多點 好像跌了很多 但問題就是 可以進一步下跌多300,000點的機會大 反彈400,000點的機會大 大家要考慮這一點 如果你的市場有機會 進一步下跌多三幾百點 老實說 現在這分鐘是不應該去搏的 就算我買完之後 跌穿19,000點 我就最多止蝕了 你相對現在的指數距離 至於19,000點差一點 即是一買一賣 兩格三格已經可以撞穿 其實依然不重大 當然不知道 剛才提到19,000點 即是心理的關口 就算跌穿了 並非代表大市會大跌 但一定是代表大市 反覆不明的形態 會進一步轉差 其實我在這裡說了很多次 移動線的表現 不可能代表後市會升或會跌 亦都說不到給我們聽 後市的發展會是怎樣 但移動線和現指的糾纏 或者表現 是會跟我們說 市況是稍為反覆偏弱 或是反覆偏穩 或是有機會逐步向上走 這點很重要 其實是用很簡單的測試方法 指數如果跟所有平均移動線糾纏在一起 就反覆不明 升或跌都不知道 但如果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都不用說了 技術上形態上是偏遠的 就像現在這一分鐘一樣 換句話來說 如果拿貨多的話 開始要留意自己持倉的能力 以及能耐到底足不足夠 好了 中午時分的分析就講到這裡 大家記得按LIKE留言訂閱 按鈴鐺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 歡迎可以按SUPERFANS 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